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中国打压家庭教会 逃到泰国扔招对付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至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 深圳改革中盛道教会的近60名教友 过去三年只能颠沛流离的生活者 面临了当局更强力的打压 不仅时常被迫搬迁局会场所 教会牧师还多次因警察施压而被迫搬家 在2018年底 成都秋雨教会的王仪牧师 与上百位成员遭传呼逮捕之后 深圳改革中盛道教会的潘永光牧师 与教友们在隔年决定冒险离开中国 在韩国济州岛待了近三年之后 他们在2022年8月底抵达泰国曼谷 希望获得联合国核准的难民身份 那潘永光牧师就表示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家庭教会 一直被共产党政府打压 而对他们的教会来说 他们一开始就触犯了共产党的底线 那就是与外国教会有往来 潘永光与中国各地几百个牧师 跟长老曾签署一项 反对新的宗教管理条例 在那之后 各教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 从那时候开始 警察就会不断地骚扰潘永光 要求潘永光的房东把他赶走 迫使他跟教会不断搬家 2019年8月 当潘永光准备去泰国参加培训时 他被警察告知不能去 而在他要出门搭飞机的那一天 警察派人把他堵在家中 直到错过飞机起飞时间才离开 潘永光就说 2018年12月 秋雨教会百人被捕事件 对他们教会带来很大的震撼 那在下定决心离开中国之后 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的成员 在2019年10月至12月间 陆续抵达韩国济州岛 但他们仍不时感受到 来自北京的威胁 潘永光就透露 自2022年4月起 教会成员与他们在中国国内的亲人 陆续收到中国国安局的威胁 潘永光及教友们 常是在韩国申请难民身份 但律师告诉他们 通过率非常低 他们知道在韩国无法得到身份 所以希望到泰国 向联合国难民署提出申请 希望获得难民身份 那即经考虑 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 在2022年8月底决定冒险前往泰国 希望能透过联合国取得难民身份 只是他们才刚到泰国 潘永光就说 便有不明人士开始跟踪他们 潘永光坦言 虽然教会成员 对于在泰国可能被监控 早有心理准备 但情报人员的行径 仍超乎他的想象 他表示现在他都会担心 要不要离开酒店 教会的成年人偶尔会上街买东西 但孩子都不敢出门 他说在泰国确实面临威胁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干扰 除了成都秋雨教会 与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 基督教庭教会过去几年 在中国面临当局系统性的打压 潘永光就表示 在中共十九大后 北京当局通过立法与政府部门 联合对家庭教会进行系统性的打压 而在中共二十大即将来临之际 各界预测 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强 对公民社会各领域的管制 日本明治大学比较法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潘家伟也坦言 在这样的氛围与环境下 中国的家庭教会与其他成员 受到的打压恐惠加剧 那事实上过去几年 泰国传出多起疏伤或中国难民 遭遣返中国的案例 潘家伟就表示 由于目前泰国政府被军方控制 导致所有在泰国等待的难民 安全都难受保障 那根据潘永光透露 目前除了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 对华援助协会 有协助教会成员申请难民身份之外 美国驻泰国领事馆也积极协助他们 他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办公室 与美国宗教大使 都有针对这件事 呼吁联合国协助他们 换个焦点 普京希望习近平驻反西方 世界报报道 普京对习近平的期待 与其说是期待习近平在行动上给予支持 不如说是期待习近平在言辞上给予支持 那自2月24日以来 中国一致赞同莫斯科对冲突的解读 也就是说 中国同意冲突的根源是北约在中欧的扩张 然而 虽然北京谴责西方的制裁 但北京并没有违反西方的制裁 中国环球时报 9月14日在一篇社论中就说 中国从未卷入而无冲突 中国一贯主张 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法国世界报的同一篇文章就写到 北京对莫斯科的支持体现在 自2月份以来 习近平从来没有与乌克兰总统 哲联斯基进行过电话交谈 另外 中国三号人物栗战书 本周早些时候 在莫斯科为习近平普京见面 做准备时毫不含糊地说 我们完全理解 俄罗斯为维护其根本利益 而采取的一切措施的必要性 我们正在通过协调 行动提供帮助 栗战书还说 在所有国际问题上 中国都支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指出 虽然中国在今年上半年 增加了对俄罗斯石油和煤炭的采购 2月至6月间增加了近一倍 但中国似乎并没有向莫斯科 提供军事援助 中国非常谨慎 并严格遵守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 那特姆尔 乌马 罗夫 预测说 短期内 中国公司不大可能会向俄罗斯提供军用技术 但是在未来 中国可能会建立特殊的机制 来向俄罗斯提供军用技术 那墨斯科最近不得不求助于 伊朗和朝鲜来满足其对军事装备的需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艾文费根包姆就表示 北京的目标是在战略层面上与莫斯科保持理解 以制衡美国以及西方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 但他希望在不必在战术层面支持莫斯科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希望继续能够进入世界市场 避免西方的制裁 并与害怕俄罗斯的中亚国家建立关系 世界报刊登的文章就指出 在国际问题上 特别是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亚国家是很担忧的 中亚国家担心俄罗斯帝国主义实力的崛起 再来我们关注印尼英语国际联手 抗衡中国威胁 那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似乎正在对印尼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战略 虽然由中国央企协助开发 位于印尼普罗州的水利发电厂连外道公路 已经开始施工 然而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在印尼有新进展之际 中国海警船却持续在印尼 北纳土纳海骚扰当地渔船 大打灰色战 观察人士就指出 亚加达可能因考量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 现阶段仅透过外交召会等方式 与北京沟通南海争议 但印尼不该轻忽中国籍海上威胁 及一带一路扩张霸权的意图 未来应该设法吸引跨国投资 及联合东盟 既由国际次序与整合区域力量 抗衡中国威胁 印尼民众上周六在北纳土纳海 发现一艘中国海警船 在印尼专属经济区内活动 并骚扰印尼小型渔船 消息一出 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和印尼 在纳土纳群岛海权争议的关注 有关媒体透露的近期中国海警船 在纳土纳群岛 骚扰印尼渔船的事件 并非首次 印尼总统佐科威 曾于2020年1月 罕见发表强烈声明 表示涉及印尼主权 没有谈判余地 中印关系因此一度陷入紧张 亚洲时报进一步分析 中国得以持续在印尼的 海权争议海域中进行骚扰活动 主要在于亚加达当局 对北京政策不明 导致缺乏战略连贯性 无法整合更广泛的外交 军事和经济工具 以全面反击中国侵略 对此美国华府智库 威尔逊中心的亚洲项目研究员 帕拉威·斯瓦兰 表示很可能连印尼官员 也有类似想法 他说 由于印尼总统佐科威 目前仍着眼经济发展 印尼当地官员 又对如何应对北京看法不一 因此由现况来看 雅加达只能考虑从别的层面 遏制中国威胁 而不是选择正面危机 与中国的海事工坊站 台湾政治大学 东亚索特拼教授杨浩就表示 与其说印尼政府 对北京的海上侵略行为 没有明确回应 不如说是在考量 中国目前强大的政经实力 只能采取宁静外交 也就是以低调做法 回应北京 以避免激起过大的政治 或外交涟漪 东盟国家简报网站 Asian Briefing近期报道 印尼政府正考虑 在纳图纳群岛上 设立经济特区 计划若通过 将为旅游 渔业 能源和安全领域的 外国投资商 创造机会 能源新闻网站 Upstream 也于8月底指出 英国港湾 能源公司 Harvard Energy PLC 目前正推动 位于北纳图纳海的 油气田区 金枪鱼区块的开发案 可望于2022年 稍晚向印尼政府 提交发展计划 最终投资决定则 预计于2023年定案 然而 根据路透社 2021年12月的报道 在印尼允许 能源公司 于2021年6月末 在金枪鱼区块 开找了两口 评估探紧后 中国便要求 印尼停止 赚紧作业 但亚加达 并不接受北京说法 表示这是 印尼的主权权利 因此中国之后 将对金枪鱼区块 的开发计划 做出任何反制措施 也引外界热议 对此 新加坡国立大学 政治学副教授 庄佳颖就表示 由于中国始终声称 金枪鱼区块 位于九段线范围内 一定程度的 骚扰行径 恐难免 但他也提醒 由于向来 与中国友好的俄罗斯 其国营能源巨头 海外石油公司 与杠湾能源公司 各拥有金枪鱼区块 50%的股权 中方行动 可能因此有所顾忌 避免损害 莫斯科的利益 然而威尔逊中心的 帕拉梅斯瓦兰就示警 若北京不愿放弃 申索南海诸岛 及海域主权 无论能源公司的 开采进入何种阶段 地缘政治风险 都将难以忽视 恐为开发计划 投下变数 尽管中国及东南亚 部分国家 在南海的地缘政治冲突 可能升高 不过与此同时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也持续在东盟推进 其中印尼 更是重要的倡议伙伴 对此 威尔逊中心的 帕拉梅斯瓦兰表示 尽管中国对东南亚 投入一带一路建设 是经济层面 发动灰色地带行动 则与地区安全事务有关 但其实就北京立场而言 两个层面互有影响 相互连接 因此即便印尼有意 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也应关注北京 是否趁势扩大军事威胁 甚至应该联合东盟 整合区域的 对中系统性战略 中国国博决定撤除青铜展 争议韩国历史年表 根据韩联社报导 中国国博7月26日起 举行东方集经 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 至今 那纪念韩中建交30周年 和中日邦交 称场化30周年 韩国国博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与其联合办展 那韩方提供的历史年表 有两条以高距离 和渤海的建国年份著名 两朝70点 但展览实际展出的年表中 这两个朝代不翼而飞 引发争议 针对这一再 近日引发韩方不满的事件 报道就指 韩国国博周四上午 曾向中方表明强硬立场 称中方若不采取纠正措施 韩方将要求立即叫停 韩国单元的展览 并提前撤回展品 那韩国国博表示 其中已经两度向中方 发送了两封的抗议信件 那并收到中方有关 撤除历史年表的回信 报道就称 中方当天还以展览 负责人名义发来邮件 表示就在当天撤除该年表 那韩国国博就介绍 中方表示 希望韩中两国国家博物馆 今后能继续保持友好合作 加强沟通 为增进韩中友谊开展合作 那报道也提及 韩国外交部官员也表示 中方已经通过外交途径 向韩国表明 将撤除争议历史年表之一 据悉 韩国政府为妥善解决此事 那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决定增进两国国家博物馆 之间的沟通 伊朗加入上河组织 望突破经济孤立 伊朗外长阿普都拉西洋 周四宣布 伊朗正式签署协议 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成为该组织的永久性成员 这是德黑兰 试图突破因西方制裁 而导致的经济孤立 而取得的一项进展 那阿普都拉西洋就表示 伊朗现在进入了各种经济 商务运输和能源合作活动的新阶段 上河组织去年批准了伊朗的入会申请 伊朗政府呼吁这个组织的成员 帮助伊朗形成一种 可以避开西方制裁的机制 那西方制裁伊朗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伊朗的核项目 有迹象显示 伊朗有可能正在利用它的核项目 发展核武器 伊朗总统莱西州 是在乌兹别克斯坦 萨马尔汉 参加上河组织峰会 伊朗媒体报道就说 莱西可能在这次会议期间 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那英国卫报也说 该组织还在发展中 白俄罗斯即将正式签署入会文件 卡达尔和沙特阿拉伯 也可能会加入这个组织 路透社引用上河组织副秘书长 格里·高利·洛克·维诺夫的话说 那伊朗现在就可以参加 该组织的各种会议 但是伊朗要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 还需要一段时间 有报道就说 伊朗的正式成员资格 将在2023年的4月生效 富士康在印度杂巨资生产芯片 台湾电子巨头富士康 和印度矿业及制造业集团为单塔 达成总额194亿美元的协议 在印度合作生产半导体 全球芯片短缺之际 新得理致力于推进科技之力 去年12月 印度批准了一项100亿美元 规模激励计划 由政府支付所有项目成本的一半 以重振国内产业 那日前宣布达成的协议 是印方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投资 根据所达成的交易 双方将在莫迪总理的家乡 古吉拉特邦 共建共赢 以制造综合体 那根据所达成的协议 维丹塔将在合资企业中占有60%的股份 这是它进入芯片制造领域的第一步 世界顶级的苹果手机组装商 富士康占40%的股份 两家公司就表示 制造综合体将于2024年投资 产品中还将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显示屏 公告发布的隔日 维丹塔股票在孟买股市上涨了6% 再来我们一起关注 美方下周开始审查中开股 审计工作底稿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主席詹斯勒表示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的检查人员正准备前往香港 开始审查在美上市的 中国公司的审计文件 那该委员会是一个 由美国国会创建的非盈利组织 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督 据悉美国监管机构 可以在11月底感恩节之前 知道中方是否遵守了 中美之前达成的 中概股审计监管合作协议 那中国此前曾因国家安全为由 拒绝美国监管机构 例行查阅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 但有别于官员们之前的说法 中国证监会随后表示 审计底稿通常不包括国家秘密 个人隐私或企业底层数据等 敏感信息 美国官员对这一基调的改变 表示欢迎 但对中方是否会贯彻 执行协议表示质疑 詹斯勒当天在听证会上提及 我不知道中方是否会遵守 尽管他说中国财政部的官员 在视频通话中直接告诉他 中方打算遵守协议 那当外界得知 中美达成该协议的消息后 詹斯勒通过声明表示 只有当美国上市公司 会计监督委员会 能够真正全面的检查和调查 中国审计机构时 这项协议才会有意义 否则大约200家总部 设在中国的发行人 如果继续使用这些审计机构 其证券在美交易所将被禁止 新闻之后 我们一起来关注 日本女取消所有限制 下月重开国门 根据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预料未来数天宣布 放宽入境限制 但最终决定将取决于 日本和海外的新冠疫情 那新措施生效之后 目前每日5万的 入境旅客人数上限 也将被取消 不过符合条件的境外访客 仍需满足某些条件 例如接种疫苗 那日本政府今年3月 有条件放宽 商务课及留学生入境 6月开始 仅限导游陪同的外国 观光课入境 那分阶段松绑 日本政府最近一次 松绑边境管制 是本月7日起 已接种3剂疫苗的入境者 无需提交入境前 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 又将每天入境人数上限 从2万提高到5万 并开放无需导游陪同的 外国观光团入境 好的那以上就是 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支持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周一同